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解释借你的笔墨 重写下你我 甘固于共和天地同游 血染土宿命纠缠无解的因果 乱世中未相逢的缘由 并肩踏过了坎坷 重拾了离痕 干戈了落 明月照成光 我愿是一腔甘胆 铁马斩高向云端 只为那一句无憾 生死举不破不唤 人眼随心已斗转 山河尽处人不散 穿越浪烟 再与你相伴 日子 干战 人眼随心已斗 犯人不散 不散 人也不散 活资 人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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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姐 你放这边吧 小姐 马上来了 今日的和谈大点 可出不得纰漏 你去放那边 就好了 来了 来了 来来来 动作得快点 不愧是两国和谈的大点 守卫竟如此死严 莲儿 你今日怎么格外弄装打扮啊 别说了 快走吧 这姑娘生得国色天香 性格却如此冷啊 真是个冰美人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这都能徇尸一圈了 啊 等我看完见顶猴的英姿 我就启程月落 到时候尝摆草 看美人 最重要的是去采纳灵鹫花 走 丹长草 倒是拾货 老是待着 便找你一命 你不懂 我不懂 有请魏国红炉四卿 腾锐 莫非 他意在这个腾锐 需得想办法打消他的防备 才有机会逃生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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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某来迟 以茶代酒 辽表歉意 这剑定侯果然名不虚传 这卫人本想给他个下马威 结果被他给轻松化解了 还反杀了卫人的锐气 大侠不认同吗 要不这样 大侠放我 我不仰慕他了 我仰慕你 无耻丫头 你若再多说一句 就割了你的舌头 请 请 和谈大典开始 好 不错 翻功 还好 不愧是大人第一武团 请 我 大人请用 慢着 大人 咱们除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 还是小心为妙啊 这酒还得咽过 此酒无碍 下去吧 雷将军 你也太不懂得怜香西域了吧 更何况还薄了裴侯的面 还不快赔礼道歉 裴侯 来 姑娘啊 陪我喝一杯 看他分明对着藤瑞半点情意都没有 各顶各的美啊 刚才在火炎偷酒的时候 恰巧碰上了 完了 他们是一伙的 是 姑娘 借一步说吧 不知姑娘方明 灰侯爷 奴婢 奴婢叫莲儿 莲儿 莲儿 你方才所舞的 可是战舞 正是战舞 特意为本次庆典所编排的 既然是特意编排 应该知道战舞讲究的是勇猛果敢 气势如虹 不该有儿女情长 你方才 你方才又为何 媚眼如丝 奴婢崇拜堂大人 潇洒伟案 以时施了礼 还请侯爷恕罪 哎呀 美人 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得司机造出动静 才能自求 裴侯 莲儿姑娘仰慕藤某 有何不可呢 藤公 难道说 裴侯 舍不得莲儿姑娘不成 藤公想多了 走 美人 此人心狠手辣 若唐瑞走了 他定不会留 不如我放手一搏 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有埋伏 扣下他 大人 还成 是 保护藤姑要紧 皇爷 他武功不逊于我 你们追不上他呢 保护藤姑要紧 方凌苑戒备森严 怎会有陌生女子 她恐怕是唯一见过刺客之人 带回府内 务必救火 是 来 换一块 来了 给我 快 拿灵芝来 侯爷 那女子是何情况 原本就会一口气 血也止住了 可方才发现 竟还中了毒 下如此重的手 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 他绝不能死 去请崔先生来 崔先生见多识广 人心人数 说不定 会有一线生计 是 那腰带上有何线索 所用布料 为织紧 但也并无特殊 莲儿的身份呢 他曾帅武团 多次遇前献疫 从未胜过时端 不知是谁派他来破坏和谈 卫帝高修 虽愿意和谈 但其朝中 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我搭量依然 幕后主使是谁 还须在场 少主安排我接近藤锐 属下大义 险些致使计划失败 还请少主走法 不认识 光明未到 搜 光明未来了 小狗 小狗救我 小狗救我 小狗 卫生 你这个营上旗下的奸逆小人 你不得好死 杀 小狗 上一个挑战光明未的 骨头已经化成灰 洒进青灰河了 光明未 仗着由陛下承遥 作威作福 滥杀无辜 口出狂言 光明未奉皇命行差 你竟敢对指挥使不尽 你本是当差多年的老侍卫 不好好在陛下身边效力 竟敢私逃出宫 说 是谁买通了你 又是谁 对陛下有不忠之心 呸 你个搬弄是非的小人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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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我是坚定小人 那我成全你一次 小狗 住手 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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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人 父人 怎么不唱了 父人 父人 我一招 王世泉在哪 你 你抓我 不是为四逃出宫之事 问你什么就打什么 我不认识什么王世泉 当年齐王主持和谈那月落为蜀地 仅过了半个月 齐王却莫名死于月落 齐王府一杆随行人等皆因护主不利 惨遭追责处死 其中只有王世泉的尸体对不上 想清楚了再说 你夫人的命可就在你一念之间 当年王世泉知道江火死罪 便偷偷找了具尸体顶报 瞒天过海 他逃去了什么地方 为何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踪迹 他埋通魏国编程官吏 改名唤醒逃去魏国 从此再无踪迹 我只听说他做了官 此人如今姓盛名谁 他还有何特征 快说 我不知道啊 不过 他曾印在宫中 枉易天下昆虞途被罚鞭刑 导致身上流了疤痕 天下昆虞途 对 他说 有朝一日 定要将天下昆虞途据为己有 其他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魏昭 我求你 放了我夫人 魏昭 魏昭 魏昭公子 你不得好死 魏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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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是之前 您让暗影阁 从各处收集的 魏国官吏手书 此外 还有当年留存的 王世泉手书 易飞 把王世泉的手书给我 这两份手书的笔记 完全不同 但批处方式 却是一模一样 擅长暗读 王世泉手书的劳力 处理文书的时候 都会有一套 自己的批处方式 有的是为了便于便人 有的是为了 不令机密外泄 而王世泉的习惯 便是在结尾的地方 加上两套横线 魏国红鹿四卿腾锐 此腾锐 不仅仅是红鹿四卿 更是魏国国障 真是没想到啊 当年的一个大梁小利 摇身一变 已是万人之胜 这腾锐如今身居要职 不好抓 他是唯一可能知道 当年真相的人 必须要抓到他 前线来报 魏国近日在月落边境 请大量屯兵 意在威胁毗邻月落的梁州 众位卿家怎么看 陛下 月落乃我朝暑地 魏贼不识侵犯月落 就是想见月落 掐住我大梁之咽喉 依臣看该狠狠地打 臣服役 臣启奏 与魏国和谈 彰显大梁大国风范 陛下英明神武 并非魏战旨 只不过 若是要与北京迎战为敌 一是大梁将士 必定长途跋涉 风餐露宿 二是 要大动国库 甚至动摇民心 可谓 伤了大梁的元气 陛下仁德 若是见到军民日夜无眠 恐怕难以安占 战也好 何也罢 最重要还是民生社稷 长旨久安 陛下一心为民 仁德圣名 我大梁必定无往不利 国座绵长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参见陛下 上前来 看看 朕这佛经朝得如何 臣谢陛下隆恩 此话怎讲 陛下虔诚礼佛 菩萨定会保佑陛下心想事成 而臣又得陛下圣光庇佑 定能沾沾福气 自然要谢陛下隆恩了 你这花头满嘴蜜蜜 行 朕这佛经就赐给你了 谢陛下 随朕来 魏国此次入侵 你怎么看 魏国多年来 与我朝持续交战 陛下不欲迎战 体恤子民 是良民之福啊 两位两国 常年征战 生灵涂炭 这绝非长久之计啊 陛下圣名 魏国未出北运 其境内水域稀守 稍有汉情 便会粮食绝收 导致多年来 屡次犯我大量过境 其根本 还是在于争夺水域 朕打算把月落铜峰河的河水 分一段给魏国 让他们在铜峰河北面修渠开草 将河水引入其境内 以解决他们多年缺水之忧 你以为如何 如此一来 可借河潭一纸干戈 若其有心修好 陛下恩泽将汇集魏民 若仍存异心 铜峰河也可成为日后制衡魏国的关键 只需在铜峰河的上游秘密选址 建造敌业 魏国虽得水域 但依旧会处处掣与沃潮 倒是有几分见敌 臣在陛下身边时间久了 自然耳濡目染 朕打算派裴衍去主持河潭 你看如何 见顶侯 出身门阀世家 却无半点交金奢命之气 的确 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 若当真如此 内有三郎 外有裴眼 朕也可以松口气了 三郎如今 已经长成国之栋梁了 魏妃若还在世 定会深感欣慰 你姐姐命保 朕亏欠了她 陛下挂念着姐姐 她在天之灵 必定会感念保佑陛下 未经许会 快点 来 快吃吧 小心烫 你看 加了糖 这样味道就和不苦粥一样了 大人 魏国那边消息如何了 滕锐作为鸿鹿四卿 自是被派来大梁的首选之人 不过 他在这边有太多秘密 属下担心他不敢冒险 义妃 你可知天下昆虞图是什么 传闻这天下昆虞图 是由前朝的余大使所汇 记载了天下矿藏之地 不过至今无人真正找到 也不知这图是真是假 在滕锐的眼里 它就是真的 将昆虞图线索 藏于大梁渔公辞的消息传出去 滕锐 必会闻风而来 是 果然不出大人所料 滕锐还真来了 只是没想到 他竟如此小心谨慎 他藏着秘密 自然心虚 滕锐身边守卫重重 大人打算如何是好 滕锐如今身为卫士 不能明强 只能按保 明日 陪衍会在方林院设宴 为滕锐洗尘 有埋伏 少主原始想让玉莲接近藤锐 没想到 竟被裴妍给破坏了 方才趁混乱之时 我划开了藤锐的衣服 此人背后确有边痕 应该就是王世权 若此人真是王世权的话 都不枉少主谋还一番哪 滕锐还要再倾康一段时间 我们还有机会 今日你也露了真容 先出城堕一阵吧 是 起来吧 少主 怎么啦 她很有可能 看到了我的疤痕 少主说的是 白日破坏行动的那个女子 她说在后院见过你 可有印象 并未察觉异常 哪冒出这么个野丫头来 若是她认出少主身份 那岂不是 伤成那样 她很难苟活 但陪燕行是不容小觑 派人盯进佩服的一举一动 是 见过侯爷 子民无须多礼 此次有劳子民了 寄居侯府这么久 也没什么可为侯爷效劳的 量应当尽力 情话如何了 她种的乃是断肠草之毒 虽然已经服下了 我调制的解药 但是五脏六腑皆有受损 她的肩甲处也受了极深的刀伤 刺客的那一掌 重创了她的心脉 侯爷的一掌 虽然收了力道 但是于她而言 也是雪上加霜 子民可有把握救醒她 量我有尽力一事 属侠 将我书房中的雪蝉丸去了 是 可是那续命圣药 千年雪蝉丸 若是用雪蝉丸掉住她的精气 我有七成把握 陛下 裴侯到了 微臣裴眼 拜见陛下 臣都办和谈一事不力 还请陛下责访 朕为亲临和谈大典 就出了如此纰漏 臣有过 请陛下责罚 朕知道 是你救了滕锐 是臣都办不力 才让贼人混入教场 臣定会全力捉捕此刻 查明真相 以平息为人非议 确保和谈顺利 滕锐安顿得如何了 回陛下 滕宫已入驻使臣馆 一应事务安排妥当 裴眼 若和谈一事有失 你知道这其中的厉害 臣不敢 并非是朕对你颜柯 你是裴氏的子孙 是裴子敬的儿子 是裴眼办事不力 辜负了陛下良苦用心 也令父亲蒙羞 你父亲是朕的公骨之臣 朕视他为手足 当年拜他为相的圣旨 都已拟好了 可他却折损在了 未人手里 十年你刚满六岁 裴眼 你很像你的父亲 假以时日 必成大器 朕可以给你机会 但你万不要让朕失望 臣愿效仿先父 为陛下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臣参见陛下 裴眼平身吧 谢陛下 魏昭来得不巧 裴后不要见怪了 见过魏指挥师 这段时日 裴眼你辛苦了 早些回去吧 谢陛下 臣告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和谈事关重大 你帮朕盯着点 有什么异常 马上告诉朕 是 陛下 承让 你小子又赢了 侯爷 陛下可有为难你 陛下暗示我 只要能找出刺客 和谈成功 便会召我入朝为相 早该如此了 侯爷这些年立下赫赫战功 却屡遭陛下打压 怎么了 咱们长风为这些年受的鸟气 还不够吗 同名 侯爷见谅 同名被我灌在嘴上没个把玩的 全力追捕资格 我总觉得刺杀一事 并不简单 是 父亲 我折服多年 终于等到这个机会 一旦他日官拜成效 海儿必定全力振兴 赔试一族 振兴长风为 一旦就会是 如何 总算救回来了 应该不出两日便能醒来 此番多亏子民 已连几日都为何言 快回去休息吧 那这儿就劳烦侯爷了 别冲啊 别冲啊 卸一颗红豆 卸一段相思 与心切 花开如成缘 深情难退却 总相恋 这一味之缘 随情风摇尽 如恨年 有梦共残卷 一瞬一级年 仍并肩 情之过中 日生月落 一念不忘你的轮廓 两心苦肠 长相厮守 跳跳如水 爱恨悠悠 只愿 只愿均行 天长地久 殷晴 顶身正 莫让回首 两志无措 句子 只设 相守过 影中 念念不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